大家好 大家好 然後線上的朋友 大家好 我叫Tracy 我是帶你講英文系的 是畢業了 阿峰跟你打招呼 嗨 你好 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經驗 對我來說 其實進入新聞 跟做記者 從來不是我個人的立志 就是過去以來從來都不是我的志向 我也從來沒有想過 我有可能會成為一個記者 或者是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可是我覺得永遠的計畫都 趕不上你的 就都趕不上變化 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我是英文系的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很喜歡英文文學 然後其實我的立項是要做一個interreader 就是翻譯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小老師太美好了 我就喜歡在這個文學的小小世界裡面而已 直到2010年的時候呢 就是有人來邀請我加入城市新聞 我心裡想說 怎麼可能啊 就我來說太難了 就是我又不是會做記者新聞的人 而且我也不是一個文學造詣很好的人 對於記者的概念 就是在網路上看到 或者是電視上看到的新聞概念 所以對我來說這真的是好難喔 可是沒想到當我進去的時候 然後開始教我怎麼樣寫文字 開始教我怎麼樣分享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城市新聞教導 不是我們看到的社會新聞 或者是看到那些好像在一些很聳動的標題 所帶出來的畫面或是資訊 原來城市新聞教導的是價值 跟怎麼樣透過文字去傳遞正面的價值觀 去影響許多許多的人 我才發現原來記者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所以在2010年的時候我開始加入城市新聞 並且透過從最基礎的文字新聞開始學習期 並且開始也有畫面上面的教導 那那個時候其實對我最大的學習 除了文字以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就是 真的看見原來新聞可以影響人 你知道我那一次做第一支文字新聞的時候 其實讓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其實去採訪一個人 然後他是生命遇到了一個很大的低谷 然後他甚至離開了他的朋友 跟離開了他過去的生活圈 因為那時候他非常挫折 可是因為他因為信仰的關係 他重新回到了人群之中 他重新與他的朋友和好 他重新的去修復他過去那些破碎的關係 然後那時候我的這篇報導 然後我PO出去的時候沒想到 這篇報導那個人看到了 然後他的朋友也看到了 就是他們卻在這當中非常的感動 然後覺得再一次和好 跟再一次修復他們的關係 然後這篇報導也是讓許多人被鼓勵到 就是他們覺得說 喔原來新聞可以這樣被報導 原來人的關係可以被告訴到大家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年紀就是大二升 覺得我那時候才大二的時候 然後我就寫出這個報導 然後我自己都沒辦法想像說 哇原來我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原來我可以就是用透過文字 就可以影響到許多人 好所以接下來呢 在2013年的時候 大概就是大三大四的時候 我決定做一件不一樣的事情 我想要讓這個事情 不是只是在我身上發生而已 我在淡江的時候 創立了一個新媒體社 就創了一個社團 那這個社團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讓許多所有的人跟我一樣 過去可能從來不會文字新聞 或者新聞記者的人 他可以進入到城市新聞 他可以一起來學習 他覺得他可以在家中 從無到有學到會 所以在那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教一些學生 然後教他們怎麼採訪 教他們怎麼寫文字 所以你看到就是這文字 這新聞這個比較小 就是那時候我們就是開了一記者班 就是教學生來上課 然後上一張這張就是我真的是帶學生去 去學那個去採訪人家 左邊是我帶我帶學生真的是 而且他是一個高中生跟一個大學生 是來跟我一起學 就是去採訪一個北科的創業 新創學生團隊 然後他們就是他們很緊張 因為高中生他們剛畢業 然後那時候準備上大一 然後很緊張 然後問一個大四生 就是要採訪他們 他們很緊張這樣 可是就是他們採訪得很好 然後那邊那個新聞就是 也鼓勵到這些北科的創業的學生 就是他們覺得他們的 就是也是莫忘初衷一樣 就是創業的過程 然後右邊這張圖比較小 可是我們是採訪了一個 台科大的一個學生 他在台科的年紀的時候 他卻得了癌症 那對他來說是一個生命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帶了幾個學生 一樣是學生 有大學生跟高中生去重新學習 去怎麼採訪他 可是同時間也是在看跟認識 這一個癌症的患者 他是一個那麼年輕的人 他怎麼樣去面對他的生命 他怎麼樣在當中振作起來 他怎麼透過這個 我們怎麼透過這個報告來 鼓勵到許許多多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新聞也是很感動很多很多的人 甚至是生命跟他們一樣 在同樣的關卡上的人 所以那般期間其實給我一個很大的學生 就是我怎麼樣去把這樣的一個學習 我自己的input可以成為output 然後去教導許多人 那在2017年的時候呢 就是我有第三個不一樣的階段 跟第三個不一樣的轉折點 就是我決定不只是我畢業了 然後我畢業也一兩年兩三年了 那時候我想說我不想要只是 停留在這樣的一個處境 我想要讓這個新聞能力 或者是記者的能力 可以繼續的在校園裡面發光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在校園當中 把這個記者的能力跟城市新聞傳出去 所以在2017年的時候 我在北科開始做了一個合作 就是每一個學習每一個學習的合作 我們我親自去跟老師去談 然後也跟教官去分享 那剛好北科很有趣 他們剛好也有這個需要 就是他們教官跟我們說 他們有一群社團的專業很優秀的人才 可是他們完全不會報導他們自己 完全不會行銷他們自己 他們每次成果發表就是用一張PPT 然後就跟大家說這個slideshow 這樣子告訴大家 然後教官覺得這樣怎麼辦 怎麼跟人家競爭呢 所以他很希望能夠就是有人可以跟他們 教他們怎麼做新聞 教他們怎麼做采訪 教他們怎麼能夠做一些新媒體的概念 那那是2017年的時候 我就就是新製學習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教他們 然後我發現他們很有趣 因為北科是一群理工系的學生 所以他們不是文學系的學生 他們在文字上 並不是這麼的容易就可以入軌 可是他們對於影像非常的有興趣 而且他們對於影像跟剪輯也非常的有特色 所以就是在當中去學習怎麼樣 教他們跟找到他們的特質 把他們的特質放大 那那段期間的時候 我們總共有 總共有20位北科的學生 然後他們所有的人 就是一起分組去做這個新聞 他們最後成果發表的時候 剛好是在去年就2017年12月25號 就是聖誕節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個成果發表 總共有9支影片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感動 因為他們真的是從不會到會 他們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去學習 那他們甚至也有人 我遇到一個就最糟的狀況 就是他們好不容易採訪到一個老師 然後就老師後來說我不要了 就是請你把我cancel掉這個採訪 然後他們就大崩潰 所以我就趕緊幫助他們去找到 下一個採訪者 然後再一次去採訪 結果他們的採訪非常的好 他們去採訪一個店家 然後那個店家背後也有很美好的故事 包含他怎麼創業的心理路程 他的每一個產品想要表達的意義跟價值 所以那個報導反而是 在這次成果發表裡面最好的報導 你會發現學生的潛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學生的力量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強 所有的學生都可以從舞蹈有做出來 那我覺得這段過程裡面最大提醒我自己的也是 為什麼我一直想要繼續做城市新聞的原因就是 我希望能夠影響到校園所有許多的人 他們過去怎麼樣 我是這樣子在校園裡面被塑造的 也能夠影響所有許多的學生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傳承 就是讓校園能夠有許許多的人 我們想要表達的意義 我們想要表達的價值 可以透過新聞的方式 可以透過記者的方式 他們能夠傳遞的更有影響力 他們能夠把自己的 自己的理念轉達出去 所以最後也是鼓勵在場所有的人 以及線上的所有人 如果你也很想要你有一番報復 你如果也是學生 那你一定要來加入城市新聞 在我們1月26號跟27號的影片 對 上面打個廣告 對 因為這個真的是 可以從不會把人學到會 那甚至你也可以看見你的 你所看見的是不一樣的 因為過去我以為的就是 英文系就是一個小小的世界 很好玩 很開心 可是現在我認識到 許多多我不認識的人 尤其是我不法想像的人 可是學生當中 我建立到許多許多的人際關係 我也看見許多許多不一樣的人才 在我的生命裡面 所以祝福大家 每一個人在2018年 都可以有這麼美好的收穫 OK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Chrissy 那同樣的是不是大家也有問題 喔喔喔喔 還真的